您好 这里是张宁视野 习近平的镰刀呢 最近越来越长 几天前呢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漫画 就是习近平背着一把 这个又粗又长的大镰刀 他要收割了 他这几年一直在收割 但是呢 我昨天从那个推特写手 这个周玉田先生的 那个推文里得到一个消息呢 说是来自中共内部 就是说呢 习近平的这个镰刀呢 最近呢又盯上了 这个高干子女这一帮 因为这一帮呢 可能是最肥的韭菜 他们现在呢 基本上呢 已经就是说养肥了 可以就像那个猪样 可以出栏了 可以送到屠宰场了 这个消息说呢 在两会前的十天 这个在北京的那个红二代 红三代都被这个下令 就是说不许乱串门 不许聚会 然后一律呢 就是要每天 向这个军委和公安部的 有关部门呢 报到自己所在的位置 以及跟什么人在一起 也就是软禁起来了 这个消息呢 是很令我吃惊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本身呢 就是一个红二代 红二代呢 也是他赖以上台的基础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 是他的统治基础 但是呢 他现在要给他们翻脸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经济 每况愈下 已经到了非常危难的时候 比如说像李克强 前几天所说的样 六亿中国人的人均月收入 不到一千块钱 这意味着 就是说呢 中国这个社会呢 贫富差距太大了 这么大的差距 是早晚要惹乱的 因为全世界呢 有一个说法叫基尼系说 中国的基尼系说 是最不靠谱的 很多人都说 美国是贫富悬殊 其实恰恰相反 美国人的生活呢 就是说富人跟穷人之间的差距 是最小的 美国即便是最富裕的那些人家 他们的生活方式 跟美国穷人的生活方式 没有多大区别 因为美国呢 没有什么高档商店 跟低档商店 这种概念 就是说呢 即便有的话呢 差距也不大 那可能有少量的奢侈品商店 但是普通的这个超市的食品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不像中国 你在中国的这个超市里面 你能看到 一边是几块钱 十几块钱 一斤的食品 另一边是 这有几百块钱 这个 甚至几千块钱 一斤的这个进口食品 美国没有这么回事件 美国所有的进口食品 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食品 价格呢 都是大同小异的 也就是说呢 美国其实是一个 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 就是最穷的人呢 是极少数 无非就是街头上的流浪汉 最富裕的人呢 那少量的富豪呢 他们的生活方式 也跟普通人差不了多少 你比如像威廉巴菲特 这样的人也好 比尔盖茨 这样的人也好 每天早晨起来 也就是吃一个汉堡 喝杯咖啡 穷人也是这样 但在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的这个有钱人 是非常奢侈的 尤其那些高干子弟 我以前在监狱的时候 在劳教队的时候 劳教队的干部 每天早晨的早餐 要吃六个菜 简直都匪夷所思 他吃得了那么多吗 因为那是免费的 因为有人给他免费做饭 有人挂空心思给他做饭 所以他能够浓郁其他人 所以他就觉得 这是一种工资之外的 特殊享受 反正是免费的 但在美国没有这么回事 而且这也是没必要的 我们想想 对不对 只有在中共这种体制下 才产生这么多的 这个就是说呢 交涉淫逸的家伙 而红二代 红三代 红三代呢 其实呢 就有点像那个朱元璋 末期的那些 朱家旺朝的子女 朱元璋一个人 繁殖了一百多万子女 这些子女呢 到了明朝的末年呢 已经分布在全中国各地 就像一群大肥猪一样 他们拥有所有的财富 他们一天到晚想着 就是看民间 哪些女孩子漂亮 然后弄来繁殖 弄来这个玩乐 所以说呢 这些人呢 几乎就成了这个国家的助宠 他把整个的这个明朝 已经压得喘不过来气 那时候大部分的这个明朝老百姓呢 是生活是非常苦难的 可以这么说 一年到头就是操劳 男的呢 要不停地出门去打仗 或者去修长城 或者去服劳役 或者去干各种各样的工材活 女的呢 也是胆战心惊 因为你不知道哪天 官府就把你抓走了 对不对 而且呢 平时的这个生活来源呢 大部分的这个GDP呢 也就是说是就是说你创造的财富呢 都被这个皇家给享受了 那一百多万 朱元璋的子生 大概要享受着全中国 高达百分之八十的这个财富 现在中共的这个高干子地方呢 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你看看中国普通人多穷 三分之一的中国人 居然在银行里没有存款 但是呢 这个中共的高干子的人均财富呢 都多达几百亿 可能习近平呢 最终呢 也意识到了 这个必须要割这个高干子女的韭菜了 当然呢 还有一个网友的另外 我看到了这条这个推特下面呢 有不少讨论 有人认为呢 这个呢 是高干子女目前正在模反 也就是说呢 可能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 许多的反党反集团 反习集团 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 这个可能要被割韭菜了 而且呢 目前呢 由于国际社会的制裁 尤其是美国的制裁 现在很多高干子女的财富都被冻结了 就是事实上处在一种冻结的状态 比如说他从中国 想转移出来到国际社会 目前很困难 因为国际上的这个航班都没有恢复 而且呢 现在各国呢 都高度警惕 中国呢 尤其中国 对这个高干子女 加强了监视 防止他们把财产弄走 他们可能呢 现在正在绞尽脑汁 想要转移财产 来一个大逃亡 但是呢 这个可能习近平发掘了他们的企图 所以双方呢 这个斗法呢 已经到了如火如荼的阶段 最终呢 可能双方要火兵起来 因为中国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统治内部 统治集团内部 始终都是矛盾重重的 从他几十年看来 为什么那么充满了这个血腥味 因为他们之间呢 实际上只有争权夺利 没有任何道义可言 他们只想着把对方的人 关起来杀掉 然后把他的钱 抢到自己兜里 这是共产党人的普遍的观念 也就是说 中共建立了一个 弱肉强食的 那么一个 丛林体制 还有一个消息呢 说美国国务院呢 将首次举办烛光晚会 到年六四 三十一周年 对 这个呢 确实是第一次 因为此前呢 我们知道 香港始终坚持到年六四 每年的烛光晚会呢 少择几万人 多择数十万人 在这个全世界呢 赢得了人们的这个尊敬 现在呢 美国开始悼念六四呢 这说明呢 美国人的良心呢 在复苏 这个 具体负责这个悼念的呢 是美国国务院 这个民主人权劳工 这个分局 劳工局的 这个中国事务的负责人 毕米勒 我可能去年的时候 我去拜访这个美国国务院 这个部门的时候呢 见过他 但我记不清楚了 因为当时呢 我碰到了好几个美国人 这个名字我对不上号 因为我是去感谢他们 帮助我 从这个尼泊尔来到美国 所以说呢 我当时非常奇怪 就是说美国为什么会把 民主人权劳工 放在一个局里面 就这三样呢 你要在我们看来呢 都是互相不太打噶的东西 但是呢美国人是把他 放在一个局里面 就是国务院下面的一个局里面 所以呢 这给我深刻的印象 因为当时我会见的那几个人呢 应该说都是这个 这个局的这个中国事务的 这个负责人 或者说是主管 这个 米勒宣布呢 就是由于这个中共呢 在六四的时候 使用坦克 镇压民众 犯下了这个严重的罪行 所以说呢 他们决定呢 今年要举行一个 岛念会 来纪念这些英灵 纪念这些为自由而呐喊的人 纪念这些 无辜遭到中共屠杀的人 当然由于目前的 这个疫情仍然严重 华盛顿地区呢 目前呢 疫情也跟纽约差不多 我几天前呢 刚刚经过华盛顿 在作家陈时胜家里 住了两个晚上 我知道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形势 还是很严峻的 所以目前呢 只能采取这个网上 这个悼念 但是网上悼念活动有好处 那就是参加的人更多 而且呢 美国国务院公开征集 这个短视频节目 从而丰富这个悼念内容 也就是说呢 他没有现场的发言了 一般呢 如果是现场悼念活动呢 会安排很多人 能翻上台发言 因为我参加过几十次这样的活动 所以我非常有经验 但是呢 如果是网上导念活动的话呢 那就可以给他办成一个 相当于春节联欢晚会 甚至比那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节目可以事先经过剪辑 经过这个剪阅 免得有一些人的这个节目不精彩 就是现场的这个活动呢 其实呢 效果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 你不知道他说下什么 你也不知道他用多长时间 而且呢 有些人呢 你给他安排好了 他不来 等等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呢 现场悼念活动呢 还有一个受天气影响很大 比如说这个纽约 每次这个纪念六四的时候 经常碰到下雨 两年前 去年吧 我记得 还是前年我参加的时候 他们那个主办者就提醒我 说你多穿点衣服 说天冷 我当时心里想 六月四号了 纽约都进入夏天了 怎么会那么冷呢 果然那天晚上很冷 而且还下雨 一旦碰到下雨天了 你说大家在这个进行举行机会 就很困难 就很多人一看下雨了 他就走了 所以呢 网上悼念呢 就可以让这个数以万计 甚至十万百万计的人参与 然后呢 在线上在这个 就是说在视频上观看 这样的效果非常好 我赞成这个美国国务院 这么一个有创举性的这个活动 现在我还不知道香港怎么样 悼念 我估计香港今年可能要创出更大的记录 因为香港人呢 三十一年来一直坚持悼念六四 第三个消息呢 是日本首相呢 最近终于出手了 安排下令切断这个华为的后路 具体内容呢 就是下令96个日本重要的电子工业集团 不得向中国输出高科技产品 也不能与华为5G合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华为 这个比如说华为手机1000 比如华为5G吧 它这个1000多个零件当中 华为手机1600多个零件当中呢 美国的核心部件呢 大概只有15个 因为美国是生产最顶尖的 最关键的这个技术配件 然后呢 另外有几百个部件呢 高技术部件都是日本提供的 可以这么说 日本如果不提供这些部件的话呢 中国生产不出来什么 别说什么华为手机了 中国任何手机都生产不出来 中国甚至生产不出来 任何一台像样的电子设备 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 连炎猪鼻心都很难生产的 到现在都没有国产化的国家 就是说它的这个精密技术 非常落后 我以前有个朋友 他是做这个机械的 他说深圳的这个工程师的水平 让他感到吃惊 说那么低劣 因为中国呢 这个各个企业呢 他能够盗窃知识产权 他能够现成的从国外 买来这个精密配件 所以他就无需生产 就像一个人一样 他偷惯了 他就觉得自己去生产 自己去工作挣钱 太辛苦了 得不偿失 所以说呢 他就放弃这方面的打算了 所以说呢 整个中国的这个产业 基本上都是建立在 剽窃和这个买来用 和借用的这个基础之上的 他自身没有生产能力 就像连疫苗 那么简单的东西 他们中国都没有生产能力 只能用假疫苗 和质量低劣的疫苗 来给孩子注射 造成了大量的残疾 给中国的这个社会 制造了无穷无尽的苦难 因为一个家庭 你想一个孩子注射了假疫苗 那真是一家人都伤透了心 一辈子都要伴随这个 可能犯有洋颠分 或者骑行的 抽搐的孩子 中共呢 也只能干这些事情 而日本呢 这一次的这个出手呢 实际上很重要 因为按照我的分析呢 在中国生产的这个 就是构成当中呢 台湾是占第一位的 就是台湾起的作用是第一大 第二呢 就是香港呢 在贸易资金金融方面 所起的这个作用 管理方面也起很大作用 第三呢 重要的就是日本 因为日本提供数量巨大的 这个关键的这个零配件 然后再其次呢 才是韩国 美欧企业呢 相对而言 起的作用比较小 我们能看到这个 美国呢 向中国出售的这个产品 的数量是很少的 因为第一呢 美国拒绝把这个一些 可能被转变为军用技术的 这个转让给中国 第二呢 美国企业有基本的良心 他们不会私下里做交易 把一些这个 知识产权呢 偷偷的这个卖给中共 而这个是台湾企业经常干的 港商也经常干这种事情 甚至呢 日商和韩商呢 也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个呢 就使得 就中共这头恶狼呢 壮大起来 所以呢 安培采取这个措施呢 虽然为时已晚 但是呢 它还是时候 因为不然的话呢 就会激起美国的愤怒 因为这个美国 日本呢 以前呢 屡里在这方面呢 跟美国发生过一些冲突 就包括前苏联时期 日本经常偷偷地 把一些的高技术的 这个设备 比如机床 硕质化机床等等 卖给苏联 我们都知道那个 日本曾经有一个 很大的案件 都是跟此 与此有关 就是导致首相 还有很多大臣 都下台 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贿赂 也就是说 苏联人 中国人都知道 向日本的政要 进行贿赂 从而买到一些 敏感的技术产品 现在呢 安培呢 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应该这样说呢 给了中共呢 一个沉重的打击 基本上就切断了 华为的后路 如果日本各企业 严格执行安培命令的话 那么华为也好 中国的整个电子产业也好 很快就会崩塌 就成为一片废曲 好 谢谢您的收看